今早何君堯議員 我相信他是以區議會候選人的身份 在地區進行一些選舉工程活動的時候 是被襲擊 受傷 入了醫院 特區政府在這裡強烈譴責 私暴者這些暴力的行為 我亦都在這裡向何議員致意慰問 希望他早日康復 過去幾個月香港發生了很多的紛爭 和社會的動盪 我們看到暴力的行為不斷升級 每一次這些暴力行為 其實我都很擔心會不會有些傳染性 令到部分人士對於暴力的容忍度 是越來越高 但這個是全社會必須要共同譴責的 任何的暴力行為 無論他的動機是甚麼 無論自己的政治立場是甚麼 都是任何文明的社會不應該容忍的 更多精彩 近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更多精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